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一名高龄80岁的阿摩昨遭烈日晒昏头, 善其民众帮忙报案,五福二路派出所两名热心员警开车护送这名阿摩沿途寻找住处, 好不容易阿摩想起自己的住处,顺利返家。 6月6日中午13时许,新兴分局五福二路派出所接获报案, 在新兴区民生与民权路口有一位迷途老人需要警方前往协助, 巡逻警员吴俊雄,临阳市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查处。 到场后两名热心民众,不具名,向远警表示在路口遇到该名正姓奶奶, 80岁,老奶奶向他们表示自己一个人外出,疑似因为烈日当空, 晒得头昏迷失方向,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, 热心民众立即打110向警方请求协助。 远警听闻后立刻请正奶奶上巡逻车, 避暑并依照正奶奶拼凑出来的资讯在附近的大街小巷内寻找。 当巡逻车经过住家附近的巷弄时, 老奶奶想起了住家的位置并指引警方前往。 到家后,正奶奶一直站在门前向警方道谢, 警员吴俊雄就隔壁邻居出来确认是老奶奶无误后, 嘱咐正奶奶赶快进家门休息, 多喝水,不要中暑了, 才放心离开执行巡逻勤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